事實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在鄭文燦涉災案的第一天 我就有肯定鄭明謙跟賴清德 至少他們有沒有要求辦鄭文燦的案子 不得而知 但至少顯然鄭明謙跟前面的法務部長不一樣 他們有押案 不分黨派有必就辦 這也是我支持的一個信念 但是我也要提醒 不要到最後是雷聲大於臉小 你可以看到鄭文燦在過去這七年涉案過程當中 很多對於鄭文燦案的偵查的強度 跟偵辦包括高宏安寧之廟乃至於陽文科 其他在野黨的縣市長的偵辦強度是非常不同天狼之別 其他都基本上都是這個兵分十八路二十八路 就鋪天蓋地去搜索 但是鄭文燦你會發現安然無事也沒有搜索 我在質詢法務部市長他有講過 搜索因為扣的是物證 證據的強度其實一般來說會比跟監聽的證據強度強 換言之證據強度如果沒有被鞏固的話 雖然現在他被收押還不等於他會被起訴 甚至起訴因為證據強度如果不夠的話 可能最後被定罪也會有問題 會不會被定罪也是疑問 不管怎麼樣講 終究這個案子有個開始 我希望我們的這個檢查機關 這個有肩膀扛得住壓力繼續辦下去 雖然作詢